你的第二个问题 我不希望 我自己的另一半 过分地去依赖点评软件 陈奕涵 男嘉宾你好 那如果您说 就是不过分地依赖这样的软件 那我依赖谁呢 依赖你吗 还是依赖谁 依赖我也可以 我觉得我想解释一下这个 我当时想这个原因是因为 我一直履行的一个方式 这就是Travel like a local 中文就叫做 像当地人一样旅游 我觉得就是我喜欢 比如说去了一个地方 我就吃当地人吃的 就是我喜欢随心所欲 然后有一点随机性 有一点缘分的这种感觉 是走到哪儿 看到那个餐馆 就进去吃了 对 而且一定很家常 很地道的那种 我觉得这个很不采类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我今年年初的时候 到宜兵去拍一个片子 宜兵最有名的是燃面 一个城市里边有几千家 我们要去拍 我们选三家最好的 导演组提前三四天就去了 大街小巷的问人 问开出租的 问那个街边的老大爷 结果调研了三四天 得出的结论 前三名都去了 三个点 你到点评上去看 都才三分 节目一播出 所有的看节目的人都说 我是宜兵人 我证明这三家确实是我们的 谁谁谁是最好的 我证明了 我证明了 谢谢大家